巴拉巴巴巴巴拉 巴拉巴巴巴巴巴巴拉 巴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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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着风把力全开 一路就全被意外 当带着你的呼唤 修出百变的心态 让我们牵手 寻找未知的精彩 为了这个家园战是英雄的乞丐 小巴掌 我名字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车 坐好符吻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超学先锋 巴拉巴巴巴巴拉 巴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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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狗狗巴斯 巴巴巴巴拉 耶耶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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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不论什么时候发起警报 小巴哥德马上赶到 超学先锋与你肩并肩 解决问题守护你的笑 极竟然对面 在炼前 玩这是在和国 说法 卷而 lasci 混枇并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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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en 小马换礁石 塞斯 这里好漂亮啊 谢谢你带我一起过来 萨门兽 你应该谢谢我的哥哥 塞拉斯 是他叫我邀请你一起来的呢 嗨 谢谢塞拉斯哥哥 我太喜欢这里了 不客气 下来一周的雨 现在能出来外面感觉真好 还要多谢田田的预警系统 在风暴期间才没有什么灾难发生 谢谢大藏 今天就是我生日了 我好期待哦 因为爸爸妈妈要给我 这是什么 小心点 萨门兽 那是一个蜂巢 别担心 看它掉下来后没有马蜂飞出来 我敢肯定那是个空蜂巢 不会是我结论下得太早了吧 还好 虚惊一场 它在里面干嘛呢 它应该在里面躲暴风雨吧 我想它已经把蜂巢当成自己家了 真可惜 我还想把它变成一件艺术品的 嗯 还有什么是你没办法做成艺术品的吗 阿力 当然没有了 不过这个蜂巢现在至少能变成别人的小窝呢 不好了 怎么了 哥德 收到最新消息 码头那边受到台风的侵袭 提高在码头的船都被台风吹走了 那些船都飘离码头了 我爸爸正和那些检修人员在一起呢 他们似乎已经把码头修好了 还派了无人机去把船拖回 嗯 为什么他们不管那一艘呢 我们可以回基地看看 你说得对 艾迪 检修人员好像把一切都处理好了 捞了这个 他们怎么就把它忽略了呢 我上网搜查过 这艘船是计划拆卸的 检修人员已经把内部清理干净 只剩一个空壳了 难怪他们丝毫不在意 我是担心 他正朝着毛岸的方向去了 是潮水坑那边吗 在那里我之前有个重大发现 重大发现 这是个秘密呢 千万不可以告诉别人 知道了吗 嗯 几个星期前我们到了一个潮水坑 那是在海湾中的潜水区 里面有好多海洋生物 我们当时正把搁浅的船拉走 以免危害到潮水坑 在那里我们偶然发现了一种 罕见的野生动物 最后大家决定将这个发现 当作秘密 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他们的安全 可是现在又有一艘船要撞向潮水坑了 也许我们能做点什么 是潮雪先风风出动的时候了 各就各位脑洞大开 超悬能量球鸡合 超悬能量球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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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homagic代表数学 F-magic代表运动 这一件组合了 成全球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我和你讲过了吗 我爸爸在今天送我一只小马呢 也就说过上百次而已 我打算叫它海洋饼干 是根据一匹有名的赛马起的吗 不是的 是因为我最喜欢的两样东西 是大海和饼干 哦 这样子可不行 是和上次的 不是同一搜 我把哥德尔改装一下 然后我们就过去把它拖走 谢啦 我实在不敢去想 它朝着潮水坑 还有我可爱的章鱼们撞去 哦 章鱼 哦 我不喜欢章鱼 等你见了就会知道 它们超可爱的 嗯 我并不同意你的说法 哈 是时候处理那艘船了 我得靠近瞧瞧 看我的 空中翻滚 我也要去 我觉得 我们得过去一趟 小心脚下的水生物 不要踩到它们了 尤其是长了八条手臂的那些 我不想和章鱼待在一块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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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曼莎 你还好吗 是章鱼 他们都围着我 不过 他们真的超可爱的 他们很像小飞象 就是那只长着一对大耳朵的小象 你知道的吧 而且 他们的手臂都展开的时候 就都变成了一把把小鱼伞了嘛 我已经说过 他们超可爱了吧 我可以带一只回家吗 拜托 拜托 你人最好了 对不对 很遗憾 可是他们必须和同类一起待在这里 这些我都明白 可是他们真的好可爱哦 我们得帮他们远离那些漂浮制的垃圾 慢着 那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废弃的船啊 人家是要回收利用 你们还记得那只用蜂巢作为新家的老鼠吗 我们可以用那艘船为章鱼们作为一个新家 这主意不错 这艘船经理得很干净 完全符合海洋的环保标准 就在杨满家 我家乡的岛屿上 大家也都是这么做的 他们把船沉入水底后 再把船变成人工礁石 然后就会有各种珊瑚和藤壶生活在上面 接着就会引来各种鱼类 而现在他们就能一起享受着他们自己的海底小世界了 也就是说 把船变成水生物的新家 而不是威胁水生物的安全 对吧 还好船在拆卸前已经清洗干净了 现在 我们只要找个合适的地方 让它沉下去 是超学先锋行动的时候了 超学能量 隔队变身 工程教育车 隔队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海参七十五米 完美 就停在那吧 哥哥 好的 好的 要是我们将船沉在这个位置 就不会对经过的船造成任何影响 这是个很聪明的选择 接下来看你了 小金 抛锚 出发 任务完成 我们已经找到合适的位置了 接着要怎么才能让它下沉呢 我们还没有经过允许 可以把船沉入海底吗 好 你们可以问问我爸爸 毕竟他是师长 超学先锋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吗 师长先生 我们刚发现了一艘有点难处理的轮船 那能不能让我们把它沉入海底 做成一个人工礁石 这样估计要花上好几个月呢 我们得成立一个委员会 做出环境影响报告 好 再成立一个委员会分析报告结果 最后再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批准通过 接着进行全名投票 我很赞同你们的想法 可是我们必须要跟这一系列特定的程序走 爸爸好 小宝贝 你也在这里 爸爸 我们进一步说话吧 记得你给我准备的生日礼物吗 我想把它换成礁石 听着 亲爱的 我们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 找到符合你要求的礁石 这你是知道的 可是今天真的是一个收礼物的好日子 拜托 拜托 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吗 抱歉 曼妮莎 我觉得章鱼的新家要无望了 给我们的礁石告个别吧 给我唱首生日歌吧 三门莎 现在可不是时候 我们晚上庆祝可以吗 现在唱给我听嘛 好不好 祝你生日快乐 大家一起唱啊 祝你生日快乐 亲爱的三门莎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是什么呀 小朋友们 经过思考 觉得这件事特别有意义 也争取了委员会的意见 并做出来迅速的决策 最后决定立马通过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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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市长 小宝贝 你的生日礼物礁石 已经派无人机送过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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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告诉爸爸我想换一个生日礼物 所以我把原本想要的小马换成了一个礁石 生日快乐 萨曼莎 我们都要谢谢你 张姨们有新家了 太谢谢你了 萨曼莎 谢谢你 师长先生 谢谢爸爸 随时为我可爱的女儿候命 这是最棒的生日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